祝出真爱生命 如果心是平静 常安住在平等性中 就会常常觉得很快乐 反过来 如果你很容易受外境影响 别人一句话 你就心如拖浪 高下起伏 这样你的心 就会失去自主性 喜乐痛苦 都有别人 有外境决定 做心灵主宰 本性指引 大悲心 是一种勇气 一种承担 有如铠甲 从善 也如同乞丐心情 哪怕只是得到一点点 也十分的欢喜 对于善业 哪怕只是一点点 我们也要满心欢喜地去做 舍弃一个众生 即是舍弃一切众生 心中有了智慧与慈悲 就如同王城之中 有了国王 得以统领行献 Wine 娱行是一种向内观修 因不忘众生 不舍众生 修辞转变自己的心 让心平静 清静下来的方式 这个叫做佛法 不论各位在工作 生活当中 我们都可以修行 生活当中 去实践利他 就是佛法 所谓佛法 是在生活中实践 好像我们生活当中 经常会有很多烦恼疑惑 如果有一个清楚目标 你要达到一个目的地 佛法并不困难 重要的是 我们要将自己 和这些教育 融会在生活当中 不论是不是精通这些教育 要在生活实践 这种利他 跟这些教育 中箱亲自学校 在生活 comunORE 每年都在生活中 没问题 有少数损 有种拾 生命 Ivan 幸福 天 重点 不仅是在 有没有帮到对方 而是需要有互助互爱的心 我觉得不在于有没有帮到 而是难念互相关爱的心最重要 这是我们最需要的 因此我时常想 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的存在 如果能够对这个世界 对和我有关联的一切众生 直接有帮助 这是最好的 事实上 真实的虔诚和信心 不需要什么原因和解释 它是自然的 一见到上师身的功德 心自然就转变 而生起虔诚心 虔诚是证悟究竟实相 最近的一个法门 如果虔诚是靠文字语言 能够造作出来的话 可能每个人都已经证得法性实相 虔诚不是文字 而是字心的改变 最基本 佛是尊敬所有的知识 尊敬所有慈悲的人 世界上各种问题 一定可以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 要尊敬所有的知识 与智慧 若没办法尊敬所有的知识 就没办法懂所有的知识 虽然uts було理解冒显 第三是 Même side 以我的 知识 你是ением 这 até Father 为你能够尊敬�� 有最后看到我 自己救度自己 观察自身 行为的好坏之后 要能改进 不然的话 一切长远的理想 都会被 毁掉 心中也会觉得 慌张悲哀 如果只是口中 其谨丧失 慈悲及 垂顾 丧失是无法改变 一切的 虽然能受到 丧失的加持 但所谓究竟的 泄脱 这是上师 无法给予的 我希望将我的祝福 带给 这一年当中 所有 以任何方式 与我 结缘的朋友 也带给 所有 在未来 与我有缘的人 愿您 找到 持久 喜乐 与真正的 平静 愿我们 所有 共用 这个地球的人 能够和谐地 一起迈入 这个新的一年 祝愿在这一年中 我们能够以关爱和敬重来对待彼此 以及我们共同的家 地球 地球世界是黑暗的 在我们的内心 跟着毛与剑 当我们内心 升起强烈的 称慧时 就如同有人 用剑 刺我们的心脏一般 心很痛 不自在 又不舒服 这就是 类似地狱中的痛苦 真正的修行是什么 修行是要实实在在地 去做的 我们一天天的 接近死亡 一般当死亡 逼近时 应该好好地调伏内心 对死亡 做好准备 但我们反而不做准备 自信 就像干枯的皮一样 越来越硬 急 粗糙 我们好比 自求于铁牢中 其应在于 执着于 我的真实存在 我们关上 通往外在的大门 将自己囚禁 使接触 极少数的人 也忽视他人的重要性 也忽视他人的重要性 不幸 不幸的是我们都太安于现状 没看到这个牢狱 是如何限制我们的自由 要从牢狱中 泄脱出来 必须具备爱与慈悲的智慧 我们说自己救度自身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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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努力修持佛法的缘故 而得以救度 自身是自身的护主 或自己依靠于自己的意识一样 我们希望所有的幸运 都降临在自己头上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 我们需要先去思维 如何利益他人 我们必须在整个一生之中 都去修辞 时刻铭记所修辞的道 这样的话 所做的行词 都将是和我们所修辞的道 恰如其分 如法且有义的 获得成就却不离于道 通过善巧方便与智慧 你可以产生精神力量 而这些力量将为你 带来一个具有意义的未来 要有清静的提醒 必须要完全放弃 必须要完全放弃 自立之心 提醒自己三世 所造的一切善业 回向给一切 如母有群众 这就是清静的提醒 这就是清静的提醒 假如不是这样 我们提醒的再多 也变得没有意义 我们修辞是需要一直坚持地做 我们修辞是需要一直坚持地做 没有时间上的分别 平时不管是走路 站着或睡觉时 都应不忘修辞 这样保持着下去 之后就会很自然 如此 医生 像 来 行 有欲求的话 对我们有恩惠的丧师父母和长辈们 就无法从心底升起对他们的恭敬心 当有所欲求时 便会假心奉承 如果得不到利益或手求不合时 对自己有恩德的丧失也不会尊重 就如看到佛陀在空中飞翔也不生信心 看到众生露出了肠子 在痛苦也没有慈悲心 经典中讲悲心 比喻为一个两面的镜子 向外照向别人的是悲心 照向自己的是出离心 换句话说 思维自己的痛苦是出离心 思维别人的痛苦是悲心 就像是镜子 同时有两种作用 我们的心 也可以留两个面相 所缘的对象有所不同 但所缘的对象一样 都是痛苦 也就是如果有关系的对象 对象的对象 是要留意的对象 就是不愿意的对象 因此 说明的对象 因此 保护还有恒心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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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到 因此 前面有杯子 就是说前面有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万法是会显现的 这个就是佛法 或者说是空性它殊胜的地方 佛法中空性的建立 并非是指什么都没有的一种状态 而是指任何事情都有机会发生的可能性 总之 我们都是互相依赖 比如说做一餐饭 如果自己不会做饭 就不得不寄忘别人了 但是如果对方脾气坏 爱生气 不但不帮忙做饭 而且反过来跟你吵架的话 我们心里就会感到很难过 要待在这样一个处处不友善的社会中 是很艰难的 也因此使得现今出现很多自杀的人 是什么都没有 那是什么都没有 比如说 你还是会感觉 你还是会感到没有 是什么都没有 或者是什么都没有 有没有 是什么都没有 有没有 不错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知素 放生 失实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聚花月 阿弥陀佛修胜功德日 善恶行成一百万兆倍 慈悲之夜高雄分会 宗山书方 梁黄宝颤圆满日 祭蒙山诗时 恭请正山法师 赞将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主法 日期 6月4日星期日 时间 上午9点 地点 高雄分会 宗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 中三厄路 475-472号七楼 洽询电话 2023年 正式开启 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 大德 为重病者 点一盏药师灯 尽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 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 永康区 永大路二段 345号 停 有洗止按住的意思 停心 是置心语法 以停止心念忘记烦恼 产生修行障碍 五停心观 即是指 从心地调伏 五类烦恼障的 五种五官修法门 也称为 五停心诸道法 1.贪欲以不禁观对质 方法是观察一切 根深气界的污秽不禁 以停止贪欲 2.称慧以慈悲观对质 观察一切众生 接受生老病死 烦恼无尽的痛苦 以停止称慧 3.鱼痴以因缘观对质 使观察一草一目 人事环节 皆由因果辗转相生 认清生生灭灭的真相 以破除鱼痴 开启智慧 4.多障以念佛观对质 障 是由恶业所聚集 有能观察佛生向好 功德庄严 转障碍为悼念 转逆缘为善缘 即有助于停止障碍 善道的恶业障 5.散乱以属习观对质 观察呼吸出入之相 每一出入 结案属一致实 收摄心念 以停止散乱 五庭新观 有助于止息散乱等 五种修行的障碍 使他们不再有升起的地方 一般将其视为 修订的初步法门 明天是六摘日 为四大天王 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 罢官栽解 阿弥陀佛